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告诉我西班牙弗罗明格舞蹈的激情 似乎和自己民族传统含蓄的文化很不相同 但是中国文化的基因里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激情 当弗罗明格触碰到他内心僧承的密码时 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田地 舞蹈令我会想到中国的就是尼赏羽衣曲 那么你叫李苏宇 这个羽呢 让我觉得一定会跟舞蹈产生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像是冥冥中注定的一种 对呀 而且之前呢 李老师 其实您原来搞雕塑 搞绘画 并不会太多的把精力放到舞蹈上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让你跟舞蹈结效这种不解之云 而且对他那么的热爱 大概在公元1999年的时候呢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啊 脖子后面有点受伤 那个时候我正在做三尊大佛像 220公分高的佛像 那么太辛苦了 那么这个劳损呢 让我感到岁月不饶人 我应该要做的就是开始要锻炼身体 我有一位就是我的老师李欣 他原来是个牙医师 因为爱上了佛罗明哥 所以放弃了他的牙医职业 开始教佛罗明哥舞 那么他要表演的时候呢 需要有人帮他画一个裙子 那有人介绍我去画裙子 结果没画裙子变成他的学生 变得穿上裙子跳舞的人了 是的 所以这是机缘 那么一跳呢 就擦出了另外一个火花 那么身为一个画家 我们都是以生活为主题的 佛罗明哥现在是我生活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既然爱呢 就无怨无悔地付出 在我同时有一些 比我年轻一点的同学 其实他们都阵亡了 我还是留在那儿跳 那么我觉得因为跳这个舞呢 带给我更多的精力 跟生命力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做一个画家 必须要有非常好的身体 否则的话 只能画到60岁不是很可惜 这就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 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用它做绘画的题材 当我开始学舞的时候呢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 有一个非常美的活动 有像别的活动呢 我不这么喜欢 我会觉得很枯燥 这个具有挑战性 跟我的个性比较适合 再来它非常的美 它的美这带有一种 沧桑感 跟我们的岁月也有关系 所以我不但是从它外表的一个肢体美 从它的音乐的乐感里面 找到了我的心灵的归宿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呢 我跳下来了 我觉得非常自豪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 我也很要面子的 在1999年的时候 有一位记者在中国时报上面 用了半幅的篇幅 报道我爱上佛罗明歌 那么我既然已经被报道了 我怎么敢不跳下去 自从学习了佛罗明歌之后 李苏宇感到这种舞蹈 就好像人生的旅途一样 充满了激情和思义 也都吻含着忧伤和瘡桑 于是他用油画 水彩 功不仲彩 和其他混合媒介 创作了大量以佛罗明歌为主题的 精彩画作 在采访现场 当响版和充满节奏感的 西班牙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画家李苏宇既是作画人 也都变成了舞者 舞蹈激发了画家的创意 画作记录低舞者的感动 李苏宇追求 《物我两望》 《天人合一》的 至高境界表露无畏 那么老师这个我很好理解 就是说比方说 你经过访问的时候 你表示一种学者 一种画家的风度 一旦跳的时候 你必须要投入 要激情 可能就另外一个 就是可能很释放自己 为自己活的这么一种形象了 但是让我很难理解就是说 你可以跳到一半 突然可能一种灵感 就是想一种神品来了 我来画画 那画画又回到你了 这方面怎么去那种又逃离 又回归 怎么去处理呢 好的 一个是纯粹在跳舞 一个是想从跳舞跟音乐里面 得到绘画的灵感 所以是一个不同的境界 一个是纯粹跳舞 一个是音画而舞 对 所以音画而舞的时候 这个舞是利用音乐 跟肢体的感觉 跟我的绘画 那个空白的画布也好 画片也好 产生一种对话 然后提起笔来 就进入到进行室 我要攻击它 我要摔它 我要蹂躏它 然后我要跟它妥协 所以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么老师就是在你画画的时候 其实这种画画 完全就是没有任何角柔造作 我就是这么出笔 可能有时候出这个笔 我怎么来这笔 这种神来之笔 可能都你都想象不到的 对 不晓得什么 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画完之后到底平静下来 我怎么画了这些出来 还不错嘛 我说真烂 肯定是影响不到好的效果 有时候自己可能不想再看了 大部分都是好效果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 画画里面有神品 神品 清品 易品 能品 那我都不晓得什么叫神品 我那时候在一个Pub里面 跟着一群人去 我们旅游到西班牙去 那么在Pub里面也是凑热闹 大家喝着这个酒 那等一个很有名的人要来跳舞 那个人已经到了 我们想他随时就要跳了 他就不跳 一直喝酒 一直喝酒 喝呀 喝呀 我们就很耐烦 你知道 我们觉得怎么搞得还不跳 那我们就说走了算了 可能根本就不会跳了 可是他们说你不要走 你走了会后悔 大概是清晨三四点的时候 他突然间 他突然间跳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了 神品是如何产生的 因为我当然绘画里我看过神品 他怎么给近况下来画的 我们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我在观赏画家作画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人在他身边 他也可能进不到那个 产生神品的境界 但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舞者 他喝了足够的酒 而且他在他自己熟悉的地方 他站起来开始跳的时候呢 我知道神品是如何产生的 你只有问我的时候呢 才能够天人合一 有我存在的时候 是不可能产生神品的 所以那个机遇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将来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花花也画出神品来 神品 或者是一品人品还要神品 是 达到物我两望 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是我未来的期盘 我们都知道 女人一生为了父母 为了丈夫 为了子女 在为了别人 隐隐隐隐 心情劳作当中 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而今天画家李苏宇 令人感动 也令人折服的地方 就是她坚持追求生命之美 和爱己爱人的心情 有她在的场合 大家都有了欢笑 这样美丽就永远留在她的生命之中 我可以说已经快乐很多年了 那么前面十年我还教课 我今年连课都迟掉了 所以完全自由了 我女儿也长大了 她也不需要我什么费心 她在美国生活还不错 所以我很自在 首先你的生活应该非常地 enjoy Yes 对吧 对吧 那么接下来 就是说你会继续怎么样 完成这种两个挚爱 继续享受你的人生 继续跳舞呗 继续画画吧 跳到老 跳到跳不动为止 跳到不能跳为止 尽量地健全自己 身心灵的健康 结交好的朋友 对亲情不要放弃 已经快要接近花甲之年的画家李苏宇 看上去显得那么的年轻 而又充满活力 我相信随着岁月的增长 她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今天她用热情的舞蹈 和充满色彩斑斓的画作 给我们今天的元宵节 和即将到来的西方情人节 增添了无数浪漫的气息 在这我衷心祝福李苏宇老师 在追求人生之美的道路上 用爱赢得更加丰盛的人生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黄明清将会带大家来到南京 听台湾著名领南派画家 欧豪年先生 讲述一代宗师高其风先生 在南京的墓地的发现 和重建过程 在经历了太多太多 岁月滄桑的六朝古都 我们参观了明朝的皇城 中华云城堡 以及开创名清帝龄先学的名孝龄 在秦淮河畔 我们参观了文明霞矣的乌衣行 夫子庙 以及李乡君古居 百年沧桑 百年故事 令人心中鲜騰起无限激情 在3月5号 黄明清将会在香港大学 专访佛山文间艺术研究社主任 杜烈新先生 和瑞士展指协会会长奥兰女士 还有瑞士驻港总领事 巴韵博博士 等我们看一下 在双格万里不同文化背景的 两个现代化小城里面 发生的一样精彩故事 另外 由昨天开始 直到2月15日 铜锣湾礼顿到1号 新华书城3楼 将会有一个 楚汉风流之亮剑 古清铜兵器 和铜印展 等我们在珍贵的古兵器 和古印面前 亲身感受2000年前 楚汉时期权力之争的 冰河铁马 刀光剑影 秦朝末年 流光同汉与争夺天下 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楚汉之争 和战争相关的故事 好像巨鹿之战 火烧安防宫 离间计 鸿门宴 该下之遗 四面楚歌 等等令人至今都耳熟能长 最后当河雨突破重围 到达乌江那时 发觉大势已去 于是拔剑自闻 而她的爱妻余姬 也在之前闻颈了断 英雄对美人的挚爱 美人为英雄的殉舌 成为千古流传 最悲壮最凄美的故事 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 到此结束